说同学们起立 可全班只有小美站了起来 其他的同学一脸疑惑 原来只有小美能看见这位老师 小美举起符纹黄伞挡在身前 其他的同学被小美奇怪的举动吓得往外跑 只留小美躲在伞后 放学回家 阿飘老师还在阴魂不散地跟着小美 小美想把她赶走 却根本不是对手 正在这时 一个黑衣人突然出现 只见她抬起黑伞 轻轻点地 顿时狂风四起 阿飘老师直接灰飞烟灭 小美看到黑衣人 好奇地问她是怎么做到的 黑衣人做了个示范 小美也举起雨伞点点地 可惜毫无反应 她恳求黑衣人和她换把伞 黑衣人说 要换可以 但你得先帮我个忙 转眼间 黑衣人把小美带到一个山洞 她说你沿着这条路进去 帮我拿一把芭蕉扇 但是不管看到什么 或听到什么都不要理睬 小美一听 这也不是啥难事啊 爽快地答应了 可小美刚走 黑衣人就脸色一变 看起来心怀不轨啊 小美一路穿过幽暗的森林 终于看到了那栋房子 她小心地走进去 房子里点满了蜡烛 气氛很是诡异 很快小美发现了一把 飘在空中的扇子 想来这就是芭蕉扇了 她赶紧拿了下来 正准备离开 突然跳出一个红衣男 红衣男问她 你拿扇子干嘛呢 小美唯唯缩缩 说是一个妖精大叔 让我来拿的 红衣男又说 那妖精大叔 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还是让我陪你出去吧 小美一听 觉得有道理啊 这位哥哥长得这么帅 应该靠谱啊 说着红衣哥 就准备去换套衣服 带小美出去 顺便让小美 把桌上的蜡烛给灭了 小美正要下手 突然意识到 不对啊 谁敢相信 毛头毛脸的苏悟空 居然成了个精神小伙 而桌上摆着五支蜡烛 就是镇压她的五指衫 苏悟空忽悠小女孩 把这蜡烛给灭了 自己就能出去守护她一辈子 女孩不信 要与她签订契约 说出去以后 只要喊苏悟空 就得出现保护她 两个人一拍即合 小美将蜡烛一根根熄灭 悟空身上的封印随之解开 被这房子困了五百年 这次她终于自由了 悟空又惊又喜 她想出去看看外面的花花世界 可小美一把拉住她 说你不是答应好要守护我的吗 苏悟空开始耍坏 你得喊出我的名字 我才会出现保护你 说着就把关于自己名字的记忆 从小美大脑中抽走 这些小美无论怎么努力 都想不起她的名字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苏悟空化作一道龙卷风飞走 转眼二十五年过去 小美成了一名房产中介 可还是经常被鬼怪骚扰 这天她带客户去看房子 一进门就感觉不对劲 她突然撑开晃伞 问小弟房子里有几个人 小弟数了数五个 小美低头一看 小弟觉得她可能又抽风了 带着客户赶紧离开 可等人一走 房间瞬间变黑 从柜子里慢慢爬出来一只阿飘 小美撑开伞大喊 一定要每次劈头散发的出场吗 还能不能有点心意 阿飘一把将伞打飞 冲着小美大喊大叫 小美拿出火石对着阿飘就是一顿噼里啪啦 阿飘败了 镜头一转 灯已经亮了起来 小美还贴心的为阿飘扎了个马尾 做起了贴心大姐姐 看来这二十五年 小美已经学会如何保护自己 可在她内心深处 一直在等待着苏悟空的出现 此时的她还不知道 苏悟空也正在找她 小美晚上回到家 一张照片突然倒下来 她环顾四周 什么也没有 就在她转身的一瞬间 一只木偶从桌后伸出了头 小美并没有看到 继续坐在镜子前整理头发 可怕的新娘木偶正在一步步向她靠近 小美一回头 木偶转身就跑 一路追上去 只见木偶躺在沙发上 诡异地转过头看向她 小美吓坏了 拿起伞准备反击 房间的灯瞬间炸裂 再看沙发上的木偶已经不见 小美举着伞四处查看 她撞起胆趴在沙发底下 没有 她又小心翼翼地走向餐厅 可旁边的一张相片突然砸向小美 玻璃碎裂 直接割破了小美的手臂 血一滴滴地流下 这下糟糕 小美的血天生就能吸引妖魔 方圆百里的妖鬼邪魅都被小美的气息吸引 疯狂地向她家聚集 这时消失了25年的苏悟空突然出现 三下五成二地解决了外面的鬼魅 房子里小美害怕地躲进杂物间 找出纱布包扎伤口 木偶怪追到门外 小美赶紧关门 木偶怪在外面疯狂地拍打 可一瞬间外面没了声息 小美撞着打药出去看看 一开门 她就看到了自己等待了25年的妖精 孙悟空 小美很感动 孙悟空摇摇头 原来小美就是传说中的唐三藏 吃着她的血肉 各种妖怪就能功力大增 可因为25年前两个人的契约 苏悟空没办法伤害小美 在破解契约之前 叱咤风云的齐天大圣 不得不默默守护着小美 以免被其他怪物杰族先登 这是韩剧《花游记》的第一集 里面讲出了唐三藏和苏悟空的爱恨纠葛 设定非常有意思 如果这个视频点赞超过30万 我将继续为大家更新 后续精彩内容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